当地时间4月7日,刚刚结束的美国洛杉矶举行的2019SAE航空设计比赛中,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母队取得了两个单向冠军,一个单向季军,并蝉联高级组冠军的好成绩。 要想办法赶超对方,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,但是想完办法之后,在我们起飞的过程当中,飞机出现了故障,但是赛方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分钟,我们出现故障的时候已经到了1分50秒,我们需要在1分10秒当中解决这个故障,然后再让飞机起飞,不然的话我们就是0分。 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在还差10秒钟的时候解决了故障,飞机起飞了,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赛方要求的任务,而且以高于第二名20分的成绩拿到的这个冠军。 我们是四个奖项,我们是论文评比第三名,答辩第一名,飞行第一名,总分第一名,而且是我们北航航母队从17年第一次在佛罗里达参加这个高级组项目,至今我们已经连续三次夺得了这个项目的总冠军。 SAE是由12万8千多名工程师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,设计航空航天、汽车和商用车行业的全球协会。 SAE航空设计大赛是全球性航空模型设计大赛,也是航模设计领域最顶尖的全球赛事之一。 参加这个SAE这个比赛的所有的大学,基本上都是理工类的,他这个举办这个竞赛的目的就是锻炼在校大学生的这个,一个是写论文的能力,就是思辨能力,设计能力,制作能力和飞行能力,是一个综合素质的培养。 有一个波音的一个著名的工程师曾经说过,就是工程技术说到底是动手的科学,就是要让这些大学生在他出校门走向社会之前,就参加一种小规模的工程实践。 这样呢,对他将来去步入社会,走向工作岗位,有非常大的帮助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母队连续获得11届全国航空航天航空模型锦票赛的多项冠军,多次刷新全国记录,航母队经常展开实践性科普活动,众多青少年通过航空模型的制作加深了对航空航天的理解。